感谢各位嘉宾来参加 那我们代表护华罗艺术中心 借着谢宇珍老师给我们这个机会推广 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马老师 这个机会难得 在这边我们再次的来 有请这个戴老师来为我们说说话 各位嘉宾 宇珍真的非常非常感动 其实刚刚怡琳在讲她的茶席理念的时候 我都觉得自己有点想哭 就像在后来我在 之前我在那个脸书就写 在理清茶会的时候 我已经告诉我自己说 我不能哭 结果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谁哭啦 然后我就开始流泪 然后开始面子擦的整个脸都是那个面子 然后那时候北京电视台又刚好来采访 真的是 真的是很好玩 然后我就觉得说 可是那种感动就是 就是压抑不住 所以我希望说索云她锁住我们的美好回忆 也把这种美好回忆像玫瑰效应一样 就是一一的散发出去 从这边开始全家义全台湾全世界 玫瑰效应的故事大家都应该听过 就是一个一个很落魄醒起的人 有人给她一朵玫瑰 她带回家里发现她放在桌上桌子很乱 她就从桌子开始整理 后来她发现周边房间都很乱 她就开始慢慢整理 一直整理到院子 她发现她的人生开始不一样 所以那就是一个玫瑰效应的故事 她后来变成一位心灵财富都很自由的人 所以我希望今天的松风水月 也是一个玫瑰效应 它可以扩及全家义 全台湾全世界 那真的非常感恩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